大家好 這是王狗 大家好 我不用 那我們三個人為什麼會在那呢 其實是因為 我這個月有去參與了 一部關於文化大學電影 但是現在還不能公開 明年大家就會看到了 好奇說 有沒有什麼在地的都市傳說 是我們可以去探索 去拍拍看的 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有來問了一下文化大學學生 帶你們去看看 文大那個敗花池 聽說有人會掉進那個水池 甚至會淹死 從這邊進水到這邊 百花是只有40公分 會淹死的 喔 我不知道 泰國人 你是泰國來的 對 對啊 看不到 我是新來的 所以不太近 大人館的 你不是台灣人吧 不是 日本人 大人館的電梯裡面 有那個 在那邊 那個 大人館 我常常經過那邊的時候 會莫名其妙的時候 有一些 音樂會響起來 沒有人嗎 所以 那房間被誘惑的 今天也凌晨了12點多 沒有任何的人 那我當然也是 進不去 好 那看起來文化的傳說 都是這些老傳說 那都是一代傳一代的 目前沒有什麼最新的變化 那為什麼我現在會跟 阿豪跟駱晨 三個人在這裡 其實這也是一個老傳說 不過因為上個月 我就是剛好又看到 新聞又在傳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末班車的都市傳說 你有看到那個啊 看到什麼 沒有 沒事 這個傳說呢就是 26010點半的時候 會從台北車站發出 最後一班末班車 往陽明山總站 這個最後一班的 這個末班車呢 據說是當地居民 坐這台車 明明車上只有他們一個人 可是公車裡面的零 卻會自己亮開來 四季還會停靠 可是車上面就沒有任何的人 在末班車 過去之後呢 沒有公車時刻表的時候 還會有一台幽靈列車 有曾經上過的人 就說 他們到了陰間區 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都市傳說 台北車站 發往陽明山總站的末班車 是10點半會從台北車站發車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晚上的11點13 我們在總站的前四站 所以那台車應該是差不多到 我們今天就 在這邊等 我們就一起看看 能不能等到那台末班車 欸 車來了 車來了 去欄 我來來 請問這是末班車嗎 我去找他了 走 你們拿去 你們到底是要哪裡 我們去總站 我們要去 對 他不要往末班車而已 30塊喔 現在 好 現在呢 他們已經上去了 260的公車 我接著就要 在這邊 等 260的幽靈列車 希望可以等得到 那我就 過去那邊等吧 剛剛真的是超緊急的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時間是 超剛好 所以 剛剛那末班車真的是嚇死我了 然後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頭上的這個燈 兩班260的末班車已經過了嘛 然後接下來只有一班紅物 所以我非常期待 這個所謂的幽靈260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等不到了 好 所以我看你嗎 好 謝謝 本來想說下一個仔細用走得越遠近 好 謝謝 這個網狗 真的害怕的東西 這場超屁耶 有沒有錄到 我真的假設一個人的劇情 因為網狗其實真的遇到幽靈公車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幸災對貨 可是如果想下幽靈公車後面其實蠻恐怖的 應該要所有人都是直認認的往前看 看路 說這裡 有試機嗎 好的 等一下那邊公車是在幹嘛的 看路一個人的話我應該要看ipop 公車總站 有可能 那邊走這一半 那邊走到60回來 蛤 沒有啊沒有260回來啦 沒有啊 沒有啊 剛剛我們回來之後有一班人是回來的 這是洪武 這裡沒有啊怎麼會有 還是旗子真的有一班還沒回來 可是我還給我來 那邊菜沒來 那就有問題了 幹那這樣是不是真的是幽靈公車 靠北好 幹那很恐怖耶 他說沒有這區公車怎麼在這邊人很多啊 這樣那是誰的問題 那是誰的問題 剛剛還是我們這個鬼鬼 沒關係 開始 幹什麼啦 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一台公車進來嗎 沒有 那你們先上車吧 幹什麼啦出事啊 我不知道等一下看一下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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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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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